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葱油饼和葱油薄饼 我们还是用两杯面 两杯面粉一杯冷水 和出来的面团 我已经醒了半天了 那你如果喜欢烫面的话也可以 只是这个做葱油饼的面团 可以醒久些 如果隔过夜的那是更好 那我们先来切葱 除了葱以外呢 我们要准备油 我用的是猪油 如果你没有猪油其他油也可以用 然后一个盐撒 那我们准备一点干面 接下来我们先来切葱 那葱如果葱白的地方粗粗的话 我们就把它中间破开 然后一段二 叠起来 这样就省时间 接下来我们撒些干面在砧板上 今天我们用两杯面 我们准备做六个 六个饼 那我做两种方法的 两个方法都可以做成饼和薄饼 先取三分之一 我们做个小的 先把它用手压扁 擀开 不要擀成圆的 擀成长方形的才好 那尽量给它摊平 这个时候呢 面粉很软 因为醒了很久了 长方形以后呢 我们给它翻个面 这样比较顺手 然后我们开始 先上油 把猪油抹上 剩这样一条边 先不要让它碰到油和碰到葱 这个是我们的接口 然后我们撒上盐 如果你家里正好没有盐撒 那你就直接把盐 放在葱里面拌一下 油抹均匀以后 我们放葱 开始卷 要这样往下压一压 给它的空气跑掉 不要鼓起来 然后全部卷起来 这个时候你压一下 转几个身 扒长一下 头这边捏起来 然后让它这样卷过来 这个底塞进去 一个就沾湿好了 那接下来一种呢 就是做个大的 你家里如果 沾板够大 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一下做 四个五个六个都可以 一整块把它打开 做好以后我们再分 然后起线的时候 然后起线的时候 你用这样 抖的拉的都可以 先把它拉拉大 然后再擀 那有些人好喜欢用烫面的 都可以 说烫面的比较松软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区别 也是把它擀成这样的 长方形 这边如果有什么破洞啊 薄的地方厚厚薄薄 没有关系 等一会我们再要擀成薄饼的时候 它一样会跑出来 我们先下油 然后撒盐 再放葱 那还是剩下这边 作为接口的地方 不要碰到油和葱 然后拎起来这边 开始慢慢卷 一边卷 要一边这样朝后面拉 一直卷到头 然后就变这个形状 那刚才 半团面我们做了三个 这个我们也做三个 就用刀把它切成三等份 你用手拉的也可以 然后拿起来以后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把这个面皮 这样拉出来 捏紧了 捏紧了 这个头这边也捏紧了 然后 下面一个动作是 可以把它这样转一下 然后再按下去 这就是一个葱油饼的面团 那两种做法都可以把它做成葱油饼和葱油薄饼 中间这个也是这样 两头把它拉起来 封捞 然后把它转一下 这样层次就多一点 那如果你就做葱油饼呢 那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煎的时候到锅里再加工 那做葱油薄饼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擀面杖把它擀薄 那擀的时候如果葱跑出来是很正常 因为我们在自己家里做 葱会放的很多 那擀到这样薄薄的 如果葱跑出来太多湿湿的 你就上一点干面粉 我们先来煎厚厚的那一种 因为薄薄的很好煎 只要开小小的火 煎到它两面金黄就好 那厚厚的呢 你煎的时候要有些动作 它才会更好吃 先锅里下一些油 然后把面团放进去 那你在马路上看到人家做饼的时候 都有一个工具对不对 那我们家里没有我们就用锅铲 这样压它一下 给它定一下型 然后 冻下油锅 让它每个地方都吃到油 然后一面金黄以后就翻面 火不要太大 因为它有厚度 太大火 外面熟了 里面还没有熟 那到最后 两面都金黄了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动作 左右手都拿着工具 这边按着饼 然后 右手旋转 把它打开 这样打开以后 你就不会担心里面不熟 然后翻个面 是不是这样感觉就是一层一层的出来了 像油酥饼 那如果说你不会做 你觉得两个手不协调 我就教你说你就用这个一个锅铲 这样旋转 它也会起到作用 那我们今天葱油饼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